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的地产经济雨昊 今年马上还有两个月就要结束了 对于拥有投资房的朋友们来说 又到了要和租客谈涨租的年月份了 因为在安省规定 如果要给租客涨租 必须提前三个月 给这个租客消息或者说通知 现在呢 已经是今年是十月份了 所以大家要给自己的投资房的租客涨租 那也就是现在可以发出通知 根据安省这个租房的法律来说 每年只能给租客上涨2.5%的租金 所以是相当的少的 如果是3000元一个月的房租来说的话 那上涨的额度 上涨的数目只有60元左右 在这个情况下呢 上涨的租金往往是跟不上 目前市场上的租金的 也跟不上贷款0.6之后的这个月供的 特别是在2020年之前出租的小伙伴们 你们的这个月供一定是很高现在 然后你们的这个租金也像我一样 是相当的低 但最近一个星期呢 我跟我的租客商议了一次 我的这个租金呢 是超过了2.5% 上涨的租金是超过了2.5% 同时我也帮助几位房东 跟他们的这个租客商谈了几次 都在上涨的这个租金上面 都已经超过了2.5%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如何去跟这个租客 谈上涨租金超过2.5% 这个经验 当然我先说一下 这个视频呢 你们看了之后按我说的去做的话 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上涨 当然具体问题去具体分析 具体的租客也需要具体的分析 我只是在我的视频里 给出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有帮助的经验 第一点就是上涨幅度 虽然超过了2.5% 你跟租客提出的上涨幅度 超过了2.5% 这也是比较合你的 如果你跟租客一下子谈到上涨400元500元 那我相信大多数的租客是不愿意的 因为400元500元 在人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上来说的话 已经是比较高的了 这个时候上涨150元 上涨200元 甚至250元 300元 我觉得都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对那我这次跟我的这个租客 谈的上涨的话 已经是上涨了220元左右 我会把我这个跟租客谈的聊天记录 放在我视频的最后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用这个模板 以后去跟自己的租客去谈一下 所以呢 上涨的这个价格不能太多 我觉得300到400左右 是一个坎 如果说你跟他要求太多 租客会不接受 租客大多数租客会不接受 这个时候你再回来跟他谈 上涨200元 或者说上涨100元 他也会不答应 有的租客呢 他情绪上来了 他可能基本上就不会答应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只能按FMG205去上涨了 第二点就是 跟租客谈的时候呢 或者说发短信的时候呢 态度要诚恳 要温和 尽量以协商和请求的这个语气 这个立场去交谈 而不是说 我是房东 我就是老大 我要任性的 我要当令的 我要去要求他 甚至说我要去 你不涨不行 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呢 本来呢 我们要求他们上涨的这个额度 就已经超过了这个 安省租房法的额度 2.5% 所以其实我们是不在你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出发点 就是想要涨多一点嘛 我们一定是稍微的这个诚恳一点 我们稍微的这个卑微一点 我们要跟这个租客去商量这个事情 比如说一上来就非常强硬 说我一定要涨 我必须得涨 那租客一升起 那就不涨了 不接受了 第三点就是 适当的表达自己的难处 比如说我这次我就说 我明年的贷款需要零六了 然后我的这个月供呢 一下子要多了很多 我感觉到我已经承受不住了 比如说我觉得我有压力 我在经济上觉得非常困难 我希望你能适当的这个 理解我的这个状态 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到了第四点 我们要分析这个溺币 给租客分析一下 如果我的这个租金不上涨 然后我的这个月供明显高了很多 我这个时候呢 我的资金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我出现问题呢 我就不得不去卖我这个房子 到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走 你走了之后呢 你再去找新的地方 你这个租金一定是 远远远远远高于我目前这个租金的 即使上涨之后 上涨的租金也同样 比现在市场上的这个租金 要少 要少很多 少至少500元以上 所以对于你来说 适当的给我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个问题 你给我的帮助 我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持有我的房子 我不足以想到我要去卖这个房子 我觉得撑不住了压力很大 我要去卖这个房子 所以其实对于租客和房东来说 都是一个双赢的状态 租客适当的给予房东一定的帮助 房东可以继续持有这个房子 双方达到了一个双赢的状态 所以要租客明白和相信 我们这个问题 从经济角度上来说 双方都是需要是互相帮助的 第五点呢 就是表达出自己是一个好房东 在房子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比如说哪里坏了 你及时通知 房东也会及时去找人去维修 所以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怠慢的问题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双方相处的合作的非常的愉快 所以也希望租客能够理解我们这个情况 所以以上五点就是我所说的 需要大家在表达跟租客上涨的房租的时候 用到的这些点 以成相待 然后尊重租客 然后让租客相信自己的难处 然后从经济上让租客理解 房东是不易的 在目前高利率的情况下经济是有压力的 接下来我会把这个 我跟租客的聊天记录 以及我用的这个 我发的这个短信 发到这个评估上来 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帮助 然后用这个短信做一个模板 或者说在中间再稍微做一些修改 然后去跟租客尝试的谈一谈 我觉得呢 什么都是谈出来的 即使安省规定有2.5%的一个上涨的涨幅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特殊情况 所以双方应该互相理解 将心比心 这个时候呢 共同渡过这个难关 我觉得这个租客和房东 其实是一条船上的 而不是说大家要处于一个对立的状态 应该是一个双鸣的状态 谢谢大家